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一期节目说了1964年12月26号 毛泽东生日宴会的背景 今天就说一下这次宴会的具体情况 1964年12月26号 毛泽东的生日宴会由陶柱和罗瑞钦提议 毛泽东指定汪东兴和江青操办 客人的名单则是毛泽东亲自签订的 甚至连宴会的座位排布都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的 毛泽东的生日宴会的客人一共三桌40人 中国最早的知识青年邢彦子和董家根 被安排坐在毛泽东的左右手 劳动模范陈永贵和王晋喜 科学家前学生也被安排坐在毛泽东同一桌 陶柱夫妇和罗瑞钦也许是请愿有功 也被安排在毛泽东的同桌 刘少奇、中未来邓小平等其他高官 则被毛泽东安排坐在另外两桌 毛泽东在生日宴会特地请来劳动模范 表面上是尊重劳动人民 其实主要是为了他的面子 因为这次毛泽东的生日宴会就是为刘少奇办的 是为了跟刘少奇和解办的 如果单单请刘少奇和党中央的大员 就显得毛泽东过于主动放低身段讨好刘少奇 让毛泽东没面子 因此毛泽东就故意请来劳动模范 坐在他的左右手同一桌 显得毛泽东的生日宴会 不是专门为了请刘少奇举办 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花招 表面上冠冕堂皇可以欺骗外人 他们还真以为毛泽东办生日宴会 是为了宴请劳动模范 但这个小花招欺骗不了知道内情的中央大员们 党中央高层的人都知道 这次毛泽东的生日宴会是为刘少奇办的 是他们委托陶柱和罗瑞卿请愿而来的 在这次毛泽东的生日宴会 除了知识青年劳动模范之外 中央大员们只有陶柱夫妇和罗瑞卿 获得与主席同桌的殊荣 这也可以看出 在1964年的时候 毛泽东对陶柱和罗瑞卿的信任与宠爱 可是毛泽东身边的得宠者 没有一个是自始至终得宠的 即便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最信任的康森 那样奋不顾身的为毛泽东大打出手 得罪了文武百官 但整风过后 毛泽东暂时不需要打手了 康森也就做了冷板的 所以在另外两桌的高官们 他们熟知毛泽东的性格 所以并没有人羡慕 陶柱和罗瑞卿的得宠 反而还有点为他们担忧 不过这时候 谁也没想到 毛泽东对陶柱和罗瑞卿的这份宠爱 很快就破局了 前面的节目说到 毛泽东之所以破例搞这次生日宴会 是因为毛泽东希望刘少奇在轻松的气氛中 会像过去那样对毛泽东赔礼道歉 说几句自我批评的话 比如不够尊重主席等等 这样就可以挽回毛泽东和刘少奇 在会场上公开争执的僵局 下次开会两人见面也不会那么尴尬 更重要的是 只要刘少奇向毛泽东赔礼道歉 自我批评 那么毛泽东从退居二线 重新返回一线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毛泽东也非常清楚 现在阻挡他从退居二线 重新返回一线的 主要阻力就是来自刘少奇 刘少奇敢阻挡毛泽东 就鼓励其他高官 跟他一起抵制毛泽东 重返一线 只要刘少奇在这次毛泽东的生日 宴会上对毛泽东赔礼道歉 其他人见刘少奇对毛泽东都软了 就更没有人敢阻止毛泽东 从二线返回一线 毛泽东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实现 从二线返回一线 再次拿回中央领导大权 于是毛泽东这次破例提前来到生日宴会的会场 毛泽东很了解刘少奇 知道刘少奇如果也有跟他讲和的意思 刘少奇也会提前来到会场 这样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可以在生日宴会之前 单独聊聊天 须须旧 自然而然化解两人最近的矛盾 因为在生日宴会开始之后 毛泽东和刘少奇要单独聊天反而不容易了 因此毛泽东这次特地提前来到会场 其实也就是想先跟刘少奇单独聊一聊 毛泽东提前进入会场后 往四周一看 比毛泽东更早进入会场的人是 陶住和夫人曾志 罗瑞卿 李景全 刘兰涛 宋任琼等人 而毛泽东最期待的刘少奇 却没有提前来到会场 毛泽东一看 就知道这是刘少奇表示要拒绝跟他讲和了 毛泽东跟刘少奇几十年的交情 熟知刘少奇的性格 如果刘少奇有心借这个机会向毛泽东道歉的话 他应该早早来到会场 在毛泽东一到场的时候 就主动迎过来问寒问暖 借祝寿表示友好 借祝寿表示歉意 可是刘少奇并没有提前来 难道真会是那么忙吗 毛泽东当然不相信 毛泽东一看刘少奇要拒绝跟他讲和 心里一沉 但表面上还是面带微笑 以东道主的身份招呼到场的各位客人说 做嘛 大家都做嘛 过了一会儿 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等人 才按时来到会场 生日宴会准时开始 毛泽东再次招呼大家坐下 四十位客人齐刷刷的坐下 等待着毛泽东发表一个生日感怀的演说 可是毛泽东生日感怀演说 却让高官们大吃一尽 毛泽东开门见山的说 罗长子和陶柱让我请客 好吗 今天我来请客 毛泽东接着说 今天是我的生日 过了年就七十一岁了 我老了 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 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 今天不是祝寿 是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 我的孩子们没让来 他们不够资格 复原者们真要说 他们精心准备好的祝寿词 毛泽东却不等别人插话 马上接着说 不能管吃饭 还要讲讲话呀 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 就翘尾巴 这不好 摸到一点不要翘 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 听毛泽东说出这样的话 到场的人 想说的出售词都不敢说了 会场上一片鸭雀无声 毛泽东继续对坐在身边的劳动模范们 用尊尊告诫的口吻再次说 你们有了成绩 不要翘尾巴 做一点不要翘尾巴 做两点不要翘尾巴 做出三点四点更不要翘 翘尾巴不好 要夹着尾巴做人 劳谋文 诚慌诚恐地接受 毛泽东不要翘尾巴的教导 但高官们都知道 毛泽东想要说的翘尾巴的对象 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因为这几年搞恢复经济 搞出了成绩 所以毛泽东讽刺刘少奇做出了成绩 开始翘尾巴了 毛泽东接着说 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 有人翘尾巴 我没有蹲点 没有发言权 也要说 说错了 大家批评 帝国主义 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 就算是校条主义吧 有人搞独立王国 尾巴翘得很高吗 毛泽东说这些话 每字每句都是针对刘少奇说的 毛泽东说 有人跳了尾巴 这里有人 当然就是指刘少奇 毛泽东又说 我没有蹲点 没有发言权也要说 因为刘少奇不久前在会上说 没有去蹲点的人 就没有发言权 就没有资格做中央委员 毛泽东从来没有蹲过点 按照刘少奇说的 没有去蹲点的人 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就属于没有发言权的人 因此毛泽东说 我没有蹲点 没有发言权也要说 这就是故意呛刘少奇 故意跟刘少奇唱反调 毛泽东又说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 说我是教条主义 因为刘少奇不久前在会上说 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术 当成教条 也不能把毛主席的著作和讲话 当成教条 所以毛泽东在这里 以牙还牙的说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 说我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这里说的修正主义 当然也是指刘少奇 毛泽东又说 有人搞独立王国 这个搞独立王国的人 毫无疑问就是指刘少奇 而且还讽刺刘少奇 尾巴翘得很高 毛泽东说出政治家最忌讳的 搞独立王国这句话是 参加宴会的人心里都是一惊 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 搞独立王国等于就是造反 那是不得了的政治指控 原本应该喜庆的生日宴会 变成毛泽东一个人 喜笑怒骂的独角戏 笼罩在生日宴会上空的 是一种令人琢磨不透的 山与欲来丰满楼的阴霾气氛 毛泽东平时讲话时 周恩来喜欢插话 今天周恩来却也不插话了 一言不发 与毛泽东同座的人 除了陶铸夫妇与罗瑞卿外 陈永贵 董家根等 都是第一次与毛泽东同座吃饭 毛泽东把陈永贵 董家根 这样的劳动模范跟自己同座 使他们既惊恐又兴奋 在这种场合也不知所措 他们想给毛泽东敬酒 又怕自己身份不够左右为难 除了虔诚的陪着笑脸以外 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才好 毛泽东也不管他人 自己自争自已 只见毛泽东一会儿喜笑 一会儿斥责 一会儿自嘲 这是毛泽东忽然问身边的陈永贵说 你们那里的四清运动搞得怎么样 陈永贵挺着腰本回答说 搞得很好 经过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运动 社员们的觉悟都普遍提高了 毛泽东接着陈永贵的话说 好 四清运动就是要提高社员们的社会主义觉悟 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 仅仅是整一些四不清的问题 现在用几包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 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 那就要什么有什么 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 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听到毛泽东说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话 在座的人都是大吃一惊 因为最近北京中共在火力全开 批判苏联变修了 搞修正主义 因此修正主义这顶大帽子 在当时是一顶不得了的大帽子 毛泽东说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这还了得 这不是天大的事情吗 毛泽东看到大家吃惊的脸色 更进一步对陈永贵说 可以给你透个风 我担心的就是中央出修正主义 这些走修正主义道路的领导人 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 吸工人血汗的资产阶级分子 你回去以后要把我的话讲给群众听 看看你们的周围 你们的上面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这番话让陈永贵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好使劲地点头 毛泽东又问陈永贵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你们怎么办 你怎么办 这下陈永贵更是不知道如何回答 全场的人听了也是面面相去 一片鸦雀无神 毛泽东看看大家 用自嘲的口吻 朝着做在另一桌的刘少奇说 王光美搞了一个桃源经验 在全国出逐了风头 很好嘛 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 我也不能落后 我和少奇是兵对兵 将对将 老婆对老婆 来一个竞赛 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 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 检验一下 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 当时在座的高官们 还以为这不过是毛泽东随便说的气话 谁也没想到 仅过了几个月 毛泽东真的把自己的老婆江青 推上了政治舞台 与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 进行所谓的竞赛 这样一来 王光美不得不跟江青 进行一场玩命的竞赛 最后的结果 居然是王光美赢了江青 文革后很多人把文革当中 江青批斗王光美 说成是江青嫉妒王光美出风头 这是让江青替毛泽东背黑锅 其实是毛泽东指控王光美出风头 也是毛泽东让江青跟王光美进行竞赛 因此江青在文革中批斗王光美 不过是落实毛泽东的指示 并不是来自所谓的嫉妒 逃出罗瑞青等高官心知肚明 毛泽东今天这么大的火气都是冲着刘少奇去的 他们希望刘少奇赶快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到毛泽东面前去道不歉 至少说几句软话 这种场合是最容易说话的 不论从祝寿的话题开始还是从拉家常开始 可是今天的刘少奇一改往常对毛泽东逼躬逼近的态度 只是坐在那里使劲地抽烟一言不发 陶珠和罗瑞青急得频频给刘少奇递眼色 但刘少奇一点反应也没有 陶珠和罗瑞青越发急了 又转向给周恩来递眼色 希望周恩来能够出面 设法给毛泽东和刘少奇打个圆场 可是说来也奇怪 今天的周恩来一改往日的热心肠 只顾一个人喝酒 对别人的事完全不管 陶珠和罗瑞青心中安安叫苦 心想 这下糟了 我们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 本来安排这次生日宴会 就是期望刘少奇借宴会的机会 向毛泽东赔个不是说几句好话 现在刘少奇这样一言不发 连一句好话都不说 岂不是更加激怒毛泽东了吗 要早知道是这样 还不如不搞这个生日宴会更好 毛泽东也确实被刘少奇的态度彻底惊怒了 在此之前 毛泽东虽说对刘少奇相当不满 但只是想让刘少奇退下去 自己从退居二线重返一线 重新主持中央领导工作 还没有想到要达到刘少奇 毛泽东本想借这次宴会 给刘少奇一个和解的机会 可是没想到刘少奇居然给一点不要脸 一点和解的意思也没有 反而都让毛泽东有一句热脸贴到冷屁股上的被羞辱感 毛泽东在这次生日宴会上 安愿下定决心 一定要达到刘少奇 因此1964年的毛泽东生日宴会 成为历史走向的分水岭 后来1970年 当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 您是什么时候感觉到 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的 毛泽东回答说 只制定23条那个时候 所谓制定23条的时候 就是1964年毛泽东在他生日宴会之后制定的23条文件 这里小结一下这一集节目的内容 第一 毛泽东在生日宴会特地请来劳动模范 表面上是尊重劳动人民 实际是为了他的面子 第二毛泽东特地提前来到会场 想先跟刘少奇单独聊一聊 但刘少奇没有提前来 第三毛泽东先开始骂刘少奇撬尾巴 搞独立王国 第四毛泽东又提出 党中央出了修正主意 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 第五 刘少奇在会场只是使劲的吸烟 一言不发 第六 周恩来也是一言不发 不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劝和 第七 毛泽东向刘少奇发出挑战 要来一个老婆对老婆的竞赛 第八 毛泽东在这次生日宴会上 下定决心要打倒刘少奇 好这一期节目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